莲花,佛用它来表发 希望人心像莲花一样 在植物里面,因果同时 莲花了,显示得最明显 在还没有开的时候 莲花了,在包里面 一键就有莲子了 花开的时候,莲子就成熟了 花是因,莲子是果 因果同时 不像一般的植物 它先开花后结果 因果不同时 莲花让我们很明显地 体会到,因中有果 骨中有印 因果同时 因果不二 这是四世真相 所以,众生齐心动念 齐一个善念是因 善果确实 显示出来了 我们人不知道 无人 笔记里面有记载 这个善人 才动念 善行啊 还没成就 古报在天上 那个天上宫殿 好像都给他做好了 就等他去了 可是 人间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动了一个悟念 大概地狱已经给你造成了 你不知道 等到你命中之后 就到地狱去了 确实 因果是同时 是佛用这个莲花来表发了 意义非常深远 也就是提醒我们 时时刻刻 知道齐心动念 那就是因 何夸夸 一遇造主 你那个因就圆满了 地狱 我们 得到很多信息 地狱 无量 无边 数不清 哪有那么多 有 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地狱 我的念头 一个善念就是一个天堂 现在我们对这个道理 能接受了 欢愿惯上讲得很清楚 出生无尽 出生无尽 念念出生 念念灭尽 佛在论言会上讲的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确实 就在当下了 因果在当下了 报应在当下了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形形色色 那就念念的相续相 念出宗旨 古也就灭了 念是因的 宗旨果就没有了 所以 古大的场所 不怕念齿 念起 只怕觉知 人决定不能迷惑 迷惑你念念是我 你在造地狱 如果你念念 救而不明 你肯定造的是善业 天堂的国宝 学佛人 学佛人呢 念念造极乐世界的国宝 莲花 调这种神移 调这种神移